香港特區政府繼預約封區之後 又有一個新的措施就是所謂的突擊封區 連同於強制封區的檢測成為了所謂抗疫的舉措 這種叫做突擊封區是否令人想起中學時代的 一些prefect 好像好打得那些突然之間突擊檢查書包 是否這樣的概念呢?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如果將這一類的突擊或者強制的措施 其實與西方民主國家或者地方相比確實是非牢非馬 最大的不同就是有授權和沒有授權的分別 正如延遲選舉最大的分別也是有授權和沒有授權的分別 我們以前都說過了 現在先不說這一部分 但我們也可以在一個政治科學上去理解一下 究竟如果你做得出強制檢測突擊分區 其實下一步會是甚麼行為呢? 我們之前也有參考過蘇聯時代的所謂小區的措施 也有參考過在中國內地譬如新疆或西藏 真的會做到分區戒嚴 在香港結合現在的疫情和國安法通過之後的情況 究竟會發生甚麼事呢? 首先在邏輯上根據現在的條例 如果是有權去做強制檢測 在突擊分區裡面的強制檢測 其實也絕對是有權做到全香港的強制檢測 一直以來其實有條例都賦予了這個權利 未做到是因為種種的壓力 主要不是民間的壓力 現在的後國安法時代基本上沒有任何制衡 就算在建制內部很明顯都是有壓力的 無論是專業人士還是一些叫得利益持分者 譬如說裂著山頂是否又要強制檢測呢? 譬如說很多的醫護人員都質疑全民強制檢測 那個可行性和成效 而很多醫護人員也會質疑 為何最初不封關 現在才來做這些事 究竟是一個甚麼動機或者沒有用呢? 所以你會見到在整個體制裡面 是有很大的反對聲音 才令到是未做到的 但當你見到一個區 突擊強制檢測是進行完到差不多 到再做全香港的強制檢測 其實就順理成章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現在你看到分區檢測的措施 同步正在發生的另一件事 就是所謂的安心出行 這個大數據的所謂檢測的工具 之前我們也提過 安心出行會不會是中國實行這個 這個社會信任評級的香港版的先驅服務 如果這兩件事可以掛鉤 一切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理解 譬如說如果你這麼不幸 是這個強制檢測的分區裡面的居民 那你是被要求 你一定要下載這個安心出行 然後把你的資訊放在裡面 你才可以回到家 那無論你有多少質疑都好 無論你多不相信他所承諾的 不會將你的私隱外洩的這些行為都好 那你為了短期之內很方便回家 可能你都會迫於無奈 那我就下載這個APP 然後我就將今天的資訊放進去 那如果一個一個區 都是把這個強制檢測和安心出行掛鉤的話 那你只要做到十區八區慢慢 香港就真的很多人被迫使用了這個安心出行 那你成為了一個所謂的critical mask之後 那你再下一步 無論你是說政府部門一定要進去的時候 用這個安心出行也好 慢慢擴展到所謂的民間自發也好 就會成為了一種半強制的風氣 那去到差不多 既然這個安心出行的大數據監控也都已經存在著 那你全香港全民檢測 是不是也是順理成章呢 到其時如果要反對建制內部的聲音 那倒過來就輪到他們受到壓力了 那為什麼不是這樣做呢 因為那時候政府已經證明了 香港有一半人以上都在用 那他們有什麼問題呢 有什麼證據證明了我們資料外事都沒有 到那時候可能就不容易成催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我們可以再結合到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 大家都知道國安法是除了威力無遠弛界之外 那個涵蓋的範疇也是很廣泛的權力也很大 譬如說搜屋是不需要搜查令 基本上就可以直行直過 譬如說扣留護照 也不需要法庭頒布 也都可以自己有這個權限 所以說用國安法來去搜查一條街 封鎖一條街其實根據現在的法例 也是可行的 我們又嘗試將這兩件事結合在一起 譬如說強制去檢疫 跟著去突擊封區 將這件事放在國家安全的概念 譬如說如果有一天有一件事發生了 香港的警察中的安處就會懷疑某個座位下有人去窩藏恐怖分子 甚至是收藏一些所謂的大殺傷 可能是打窩遊戲改良的槍也未頂 有個理由 然後就可以說因為我懷疑裡面有恐怖分子 所以我就要整個大廈封鎖 也是一個突擊封區的措施 再用國安法的名義逐加逐匯去搜 因為去到那個時候也不需要搜查令 我懷疑你窩藏恐怖分子 這是一個所謂的sufficient grounds 去搜每一個單位 如果做到這一點的話 你可以封鎖大廈 跟著用國安法去搜單位 那是不是可以封鎖整個小區 什麼叫小區當然要再定義 如果是有些社會的事情再發生的話 那是不是整個區都可以封鎖它呢 那如果有足夠的警力 那是不是逐家逐戶都可以用這個理由去搜 你有沒有窩藏罪犯 你有沒有大殺傷武器 或者是不是其實是刀 那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 每一間屋裡面正常來說 你都會有水果刀 切載的刀 多多少少家裡都有些利器 那這個搜屋的過程當中 又會產生什麼後遺症呢 所謂的窩藏疑似恐怖分子 那究竟如果到時發現了那個單位 有一個訪客 明明是朋友而已 不屬於那個單位 那又是否可疑 又可以拘捕呢 類似這樣的爭議 我們在這次的封區裡面 完全可以前瞻到 這次是用公共衛生的明目 如果是說用國家安全的明目 做是否更加順美成章呢 那是第三點 但第四點是更進一步的 剛才我們說過 好了,社會信任評級 這個在香港本身是受到極敗的反抗 我記得是最初 當時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聶德權也都專門出了一個文章 澄清說這些東西是香港不會用的 他們放香港進去就是放錯了 現在我相信他都未必敢這樣說 因為剛才我們說過 如果這個安心出行本身是一個大數據的工具 那他記載了大家有沒有檢測 或者是有沒有去過什麼地方 或者是有沒有做過政府部門 這些數據 那你已經是有一個基本的數據 與此同時 如果他又做了一個全香港的隨便血洗屋 或者用國家安全的名義去檢查某些可疑的地方 那這也是一個數據 那如果你裡面會發現了 原來這一家人是有十把刀的 那可能他會記載進去 那慢慢這個資料就越來越完善 那你搞了那麼多東西之後 其實整個系統所謂的社會信用評級的基礎 就已經出現了 到其實你真的整個圖案擺來香港 就更加又是順利成章 本身有這些數字 封過這裏封過那裏 其實做完事差不多 七七八八 跟新疆那些 即是今日這個怨戒嚴下 明天封校那邊 然後那邊買刀要實名制 其實就已經很大同小疑 但最終極那一步 我們看看剛才我們講的所有東西 信用評級、大資料、強制檢測 接著就是突擊封區 其實將它擴到最大 其實整個香港都只是一個小區 對整個國家來說 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那是否可以用剛才的檢疫也好 或者國家安全也好 都可以將整個香港這樣封區化 那所謂封區自然就不是說不能走 正如現在都可以 很多人都可以自由出入 那如果是這樣封區的話 那你怎樣去確保有些人可以出入 無論名義是檢疫還是國安 只要封了之後 那誰能出入 自然就是根據那個APP 又是安心出行 那如果是一個安心出行的APP 它記載了一些資訊 足以令到政權分辨 哪些人可以自由出入境 那無論是檢疫安全還是國家安全 其實這些數據就是一個社會上的評級 到時候甚至你不需要改名字 你可以自然說現在是一個安心出行的2.0 或者是一個特別加持紀念 什麼都好 那這件事到時候 如果可以足以令到一個政權研判 你是不是可以自由出入境 那這件事就已經做到整個國家 想做的終極那件事了 那所以問題就是說 現在去到這一步 其實就沒有任何的有效的制衡 因為一個正常的政權 哪怕是威權政體也好 多多少少都是有制衡的 無論是輿論 無論是建制內部的精英 無論是其他既得利益集團 無論是金融的實力 還是一些執法人員本身內部的制衡 其實在任何地方都會有的 哪怕是去到很威權的地方都會有 但你看到現在香港基本上去到一個地步 本來都有很多的制衡 現在全部都是事而不見 甚至是因為要證明現在這個政權是強力的 強而有力的 亦都是有執行性 很能打的 如果要證明這一點的話 刻意反而將本來的制衡力量 將它放在下面 去證明自己是有這樣的能力 就會令到本身應該有的理性適得其反 我相信我們認識很多的建制精英 或者醫療的人員 都會給一些很合理的意見 究竟這樣去封區 這樣去突擊 其實是擾民 還是真的有用 究竟那個成效是否proportional 這個數字上我們全都可以看到 我們不是醫療專家 就不敢亂說 但我相信我們見到的數字 這樣的方式 檢測到的案例 和全香港的百分比 漏網之餘 如果要成功是要做多少 其實大家有基本的數學概念 都會心裡有數 如果這個數字本身 不是足以完全地爭論 現在的行為 如果我們懷疑它另外有效作的方案 或者司馬超之心在想什麼 這樣都不算太陰謀論 因為確實我們看到的數字 就是難免令到我們有這樣的推論 而在新香港 任何這些推論 我們發現都不為過的